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slido上面的问题我都会看 所以想到任何问题就po上去 那po上去之后呢 你也可以按赞 按赞的数量越高的 它越会浮到这个顶上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随时我讲到什么 你想到什么 就欢迎往上面 然后要按赞 那按赞的数量高的话 我们就会及时的来回答 这样OK吗 应该扫得到吧 都扫得到 好 OK 那您就麻烦切到简报了 好 那这份简报呢 其实就是都是同一份哦 已经快一年了 都是同一份简报 不过我今天想要拿这份简报讲一个 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题目 昨天那个Anthony Blinken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 在他的一个congressional hearing 他应该第一次去congress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中议委员问他说 那这个美国在年底 接近年底的时候 办一个democracy summit 就是全球民主峰会了 那要不要邀台湾来 那Blinken就说他会全力的支持台湾的参加 然后他就说台湾是一个就是country with much to offer 可以在包含民主上面 科技上面 以及防疫上面给予全世界很多的帮助 那其实这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其实是已经全世界对台湾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我们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是深化了 促成了 加强了民主 而不是说像其他的一些管辖领域那样子 是靠进一步的集权 或者是进一步的去剥夺人民的 集会结社言论等等的权利 然后来做所谓的防疫的工作 那所以呢 我想这里面之前有讲过嘛 就是快速 公平 有趣 我特别想要讲一下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快速的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所谓的超前部署 是因为有collective intelligence 有乡民在12月31号就告诉我们大家说 真的看起来华南水果海鲜市场有确诊了 七个SARS 那这位乡民就叫No More Pipe 一个年轻的一位医师那他就是在PTT上面这个分享 那其实当时李文亮医师的这个讯息 当然也在好比像说微博啊或者微信啊 或者是全世界其他的社群平台分享 但是为什么只有在台湾他的这个分享 李文亮医师救了台湾人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商民PTT的这个网路 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广告商 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所谓的for-profit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就是监控式的资本主义的这个力量在后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在上面在讨论这些关乎公共利益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对于这件事情本身在进行讨论 那也就是说这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数位上面的公共建设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那也因为说我们的机关署啊防疫医师啊等等 其实也都很多乡民啦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的公务系统我们的Public Sector 跟这个所谓的社会部门Social Sector 有很紧密的联系 所以当某一篇文章被推爆 推爆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人支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那每一个人也在底下去讲说 这件事情从他的专业看起来 尤其是第五个推文的嘛专业的五楼啊 这个专业的五楼就会去分析说 从他的专业看起来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如何 有什么可取之处等等 所以当我们罗一军这个副书长看到这篇的时候 其实他看到不是只是李文亮医师的这篇文章 也包含在PTT上面的乡民的智慧 告诉他说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 接下来我们如果要派人去武汉 实际看看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要从哪些地方来下手 那这样子的话在1月1号 我们就开始进行登机检疫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充分的科学方面一个证据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种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集体智慧 再加上说我们最近有很多的国际的屏蔽嘛 都说我们的民主的程度也好 这是civicus monitor 这是人权的程度也好 言论机会解释自由的程度也好 都是亚洲唯一一个 这个completely open 唯一的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地方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在pt上讲这些就比较不会像在其他的管辖领域一样 担心会被就是请去喝茶等等的 那我们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 在第一次的前瞻基础建设里面 我还记得当时应该是郑立军政部长 那就跟我们的主计长 那我也在旁边敲边鼓 就是说我们在网路上面去做这些数位的基础建设的时候 这也应该算成基础建设 虽然我们的资本门经常门的这个流用的这个规则 其实对我们不是很有利 因为就是造巧扑鲁那个才能算资本门嘛 但是如果我们做出来的像刚刚讲的这样子的pt 或者是join平台 或者是我们的文化部有很多的文化资产 它扫描成任何人都可以做网路上面的游戏 或者是艺术创作的时候可以重复利用的 这个台湾的模型库等等 这些其实因为它可以重复利用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也应该要当做基础建设 应该要当做public infrastructure 应该豁免那个资本门经常门的那个限制 那也因为在当时有过这样子的投资 所以不只有这个很好看的 像我们余儿的距离可以看 那也是让我们现在有 像其实刚才讲的 就是在远距的就是偏乡的那种 以后可能不一定要扫健保卡 而是扫就是手机上面那个QR码 用QR码的健保卡来代替健保卡 虚拟健保卡这样子的做法 那都是靠这样子的投资做到的 所以in summary 因为我之前有答应过五分钟之后 就会切回slider 所以in summary 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把民主生化的时候 我们在讲的不是只是说 我们两年一次或者四年一次 每个人上传大概三个位员 那样子的就是投票的这样子的活动而已 那这样的活动当然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任何人 in the here and now 就是任何时候他感觉到 有一些值得整个社会知道的 注意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在PTT上面贴文或者推文 不管是在众议平台上面发起一个连署 参与一个连署 或者就是拿起电话 然后打1922 然后就让我们1922的朋友知道 去年有超过两百万通这样子的电话 那都可以在非常快的速度里面 一个敏捷的方式 立刻变成我们的防疫的政策的一部分 所以从拿起电话 打1922 到我们这个接下来就是下午两点 突然之间就是他的主意变成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政策 有的时候只需要24小时 有时候还不到24小的时间 所以这样子的速度越快 这样子的距离越短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trustworthiness 就是显得政府真的可以相信 大家的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大家的群众智慧 那我们这些做技术的 就是去assist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去辅助大家的群众智慧 好 那大概就这样 我们是不是看一下slider 因为已经有16个问题了 这边应该有网路吧 没有网路的话 OK 好 有了 有17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推行的健康码这样子的政策 我有怎么样子的看法 首先当然健康码 它是有一种好像半分三十架构 就是每一个省的政府 它可以去设定它自己的一些规则 但是它又后面有一个集中的计算的架构 包含的身份认证等等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在好比想说 你自己都可以有一份 那这个是所谓的 所谓的personal data sovereignty 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资料是握有主权的 你可以主导它怎么样子去使用 如果你的医师跟健保署请领前的时候 他那个诊断码打错了的话 你可以立刻的就借着这个去纠正这个医师 那甚至大家可能知道健保快一通 去年有超过五百万个朋友下载 在两个app store都是第一名的排行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发现它不是只能用来预购口罩 它不但可以去看自己的所有的诊断相关的事情 而且还可以把就是大家两个礼拜 没有去买的口罩的配额 那我现在还是有事没事就会稍微按一下 然后说请外交部把这个配额 DEDICATE给这个全世界需要的朋友 那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民主的参与 它是可以换一个就是Token 这个Token就是我们可以在 TaiwanCan't Help.us这个网站上面 你可以选择具名或者是匿名 然后看说给全世界多少多少口罩 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其实你如果把它跟健康码加以比对的话 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后面的这个关于资料自主权的这件事情 我们这边说一个人有信用 有社会上面的信用 常常讲的是可能就是储蓄互助社的那种信用 或者以前标绘的那种信用 或者是就是地方上面人跟人之间的信用 它并不是靠一个单一的演算法去进行计算 相反的它是一个Token 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分享给其他人 但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决定说 我看到这样子的记录 或者是我看到这样子的一种transaction record 那我自己要怎么样来评判它 但是我们比较不会把这样子的做法 把它交给单一的这样子一个演算法去做 那也不会说好像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好 或者市政府也好 可以自己去决定说 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人 或这个人是不可以信任的人 我们比较做的事情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交易的记录 或者自己做的任何事情在他愿意的情况下去授权给他所信任的第三方 或者他所信任的像刚提到医疗或者照护提供者去处理 所以是由我们的individual 我们的人民个人来作为这个发动者 还是是由政府治理者作为这个发动者 我想是模型上面主要的一个不一样 那当然这两个模型各有它的特色 也不是说健康码没有用健康码当然还蛮有用的 只是说当就是国家座庄 而且他是唯一的这个治理权的设定者 唯一的所谓的竞争可能只有省跟省之间的竞争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无形之中 他就把包含民间部门的 或者是把来自经济部门的别的可能性 让他就是存在的几率或者出现的几率 稍微下降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自己还是会持续 像健保快一通 他的健康存折的SDK已经有几十个 可能快要上百个 各种不同的就是可能病友的社群 长期照护的社群 远距医疗的社群等等 去自己组成他自己的这样子的Data Coalition 这些资料的合作团体 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让个人的自主权可以变得比较好 而且让新的可能性比较容易发生的 那有21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的数位建设最落后的是哪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之前也有看一些国际评比 那我们的不管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宽屏的建设 这是基盘的部分 digitization 那或者是说我们的偏乡跟这个城市 它没有太大的落差 inclusion的部分 那或者是说我们的开放的资料 即时开放的资料 open API等等这一部分都不错 那但是之前前几年的国际评比 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一个创新者 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一个数位的模式 然后呢 他这个法律呢 为他而这个能够互相试错 好像有一个沙盒一样 在里面稍微试试看 那这个这段时间 法规调试所需要的时间 这个呢 还是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很诚实的说 那这个原因也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在一个数位的时代 看到新的服务出现 跟既有的监理机关 或者是管制的机关 看到的服务有那么一点点像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的时候 他比较没有一个单一的窗口 去进行这一方面的调试 那也就是为什么在就是蔡总统第二任 竞选的时候的其中一个证件 就是说希望有个单一的数位 转责机关来处理这样子一件事情 可以当数位的服务出现的时候 至少先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窗口 在一小段时间或者是一个地方 或者是政府的一个部门里面 有你的盟友 然后可以直接地把你这个新的这个做法 转译成大家听得懂的 大家听得懂未必接受 但是如果不接受的话 我们就感谢投资人帮我们缴了学费 那接下来大家赶快再用新的 这样子一个角度进来 那总不会说好像一定要等个一年 等个两年 等个五年 还没有很确定的 这个法规调试的一个定性 所以这部分确实是我们可以 继续加强的一个部分 有18位朋友们想要问说数位时代 在公共利益跟人民的隐私之间 应该要如何兼顾 我们现在在特别是今年 有很多新的演算法新的科技出现 它都是靠着就是算力 就是运算的这个能力 我们现在算力其实还蛮充足的 来兼顾这两个重点 那好比像说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 叫做Homomorphic Encryption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有很多AI或者其他的运算 它要在非常大的机房 才能够去进行运算 GPU Cluster等等 但是呢这个它可能是在境外 可能是在我不是那么完全相信的 那我要处理的这个资料 也可能是非常隐私的资料 好比像说医疗的历史等等 那在以前呢就比较困难 因为我就要把这个先去识别化 然后交给它去计算 可计算的时候 因为它算力比我强那么多 它说不定运用这些算力 可以反推出这些人的身份来 那这个去识别化就破功了 但是现在呢 因为有同态加密的技术 所以我可以先把这个上锁 好比像说拿我的灾染凭证 把它上锁 上锁之后这个加密过的资料 可以拿去给它做运算 但是它运算的时候完全没有解密 它也没有办法解密 所以它可以对这个密文 做运算做学习之后 它把算好的结果传回来给我 它这个结果呢 我一解密 我就拿到这个计算的结果 所以同态加密的意思就是 它对于密文跟明文的运算 是同态的 有相同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的发扬光大 那我们也请国网中心 实际去测试这样子的技术 现在真的是已经到一个 可以商转的程度 当然之后会有更多的硬体加速器 所以以前呢 就是你要保护隐私的话 你就必须要自己家里计算 但现在就算你到公有云 或其他的这些服务上面计算 只要运用像同态加密 这样子的技术 这样子运算跟隐私 还是可以把它拆开来处理 那如果是很多个单位的资料 比如很多医院 很多诊所等等 那他们也可以去使用 合成资料的方式 去释出一批资料 但这批资料里面 每一个都是模拟市民 每个都不是真的人 是AI产生出来的合成的这些资料 那同样的 它是可以证明说没有办法被还原到 本来的隐私的资料级 那以前不管合成资料 分散式的计算 同态加密等等 数学家不是没有想到 只是就好像那个AI这波爆发一样 当时的计算的算力 还没有高到真的可以去使用的程度 那在今年呢 大概都已经到达可以使用的程度了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 接下来我们特别是要在疫情之后 大家都非常在意隐私保障的时候 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可以贡献 给全世界的一些技术 有1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很多年轻的就职者 觉得跟企业之间的认知的gap有代沟 因此很多人越做就越没有工作目标 建议企业要怎么样子做 才能够吸引或者leverage年轻人的数位 或者贡献或者力量 来提升全体的竞争力 以及国家的竞争力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有一个join平台 大家都可以提案 可以联署等等 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当然现在我们2300 400万人 已经有大概1000万人次以上 都会很火药地在用那个平台 但是里面实际的那个联署提案 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一 是不到18岁的朋友提出来的 也就是这些很年轻的朋友 甚至还没有投票权 他们也是觉得 那我在课堂上面想一想 什么样子可以改变这个国家 可以变得更好 那好比像说之前可能有听过的 就是有人提案 逐渐禁用塑胶吸管 那可能因为那一阵子 那个海龟的那个照片 大家就是在社群网络上面常常传 所以一下就成案了 那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本来以为是 就是很资深的还团的大佬 才能够一瞬间5000人连数 那但是我们实际见到这位朋友 就发现他才16岁 那我问这位朋友说 那为什么你会来做这个连数 那他就说这是他的公民教师 给他的公民作业 也就是说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他的公民与社会课本上面 就已经写了我们的join连数平台 然后他的随堂作业 就是发起一场公民运动 然后来改变我们的政策 那现在呢 当然这位王宣如他今年19岁 但是已经是我们行政院的 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的 推动小组的委员了 所以我现在见到他都叫王委员 所以他就像是 我们的青年咨询委员一样 很多也才20几岁 那他脑里充满了想法 但是因为我们在行政体制里面 我们给他一个委员的一个头衔 他是院本部的委员 所以任何部会的同仁 见到他都要成王委员这样 那这样的话无形之中 他就有一个reverse mentorship 有一个逆向导师 或者我翻成见习顾问 就是一方面他对于公务的 这个整个hierarchy 就是整个阶层可能不那么熟悉 所以有见习的成分 但是他对于时代的新的方向 比我们懂 他能够碰到的社会部门的接触 比我们多 那这样的话他应该是来 领导我们的方向 他们决定向量 那我们来提供能量 这样子才对 所以给年轻人一个适合的一个头衔 那这个头衔也不一定是说 要盖过现有的这个决策机制 但是可以透过像slido这样子的方式 去一下子就知道说 哪一些年轻朋友提的东西 不分年龄层在你的组织里面 大家都跟他有共鸣 那就好像我们5000个人连署一样 那一旦你发现说 这些想法 他真的是跟你的组织里面任何人 都有共鸣的话 那我们就说开门造居嘛 那你行你来啊 那所以他这个会炒的朋友 就不是只是有糖吃 事实上也没有糖吃 他得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那这个时候他才可以去实际 就是接上我们的这个组织阶层里面 实际拥有资源 实际在每天每天要做可行性分析 评估的这些朋友 也可以体会到他们的为难之处 那无形之中 这些贡献啊 这些力量就可以汇聚在一起 而不是一定是对决 就可以从对决走到对话的情况 那有12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防疫上半场打得很好 防得也很好 这是大家的功劳 我们可以做口罩 可以发口罩 戴口罩是大家要做的事情 那从现在开始 打防疫的下半场 就是疫苗已经开打 我们台湾目前进度 应该不是零嘛 零点几 那现在的进度 或者是说后疫情的时代 潜在的风险 台湾要如何因应 能不能够承受得住 会不会后疫的时代被锁过 我是比较乐观的在这件事情上 一方面是说 我们其实并不是 就是有每天每天看到 新的个案的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是靠这个物理疫苗嘛 就是口罩 一直维持我们的儿子低于1 那儿子低于1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绝大部分的活动 都可以持续的实体进行 我们如果选择线上的话 那是因为线上可以扩散实体的效益 或者说线上可以省一些成本 它比实体好 但是在实体比较好的地方 我们去使用实体这件事情 是对的 我们在其他的国家会看到说 他们在网络速度比较不均的地方 或者是说他的家境 比较困难的地方等等 硬去切换到数位的方式 虽然乍看之下好比像说 学校的数位利用率提高了等等 但是它事实上是造成 非常大的机会的不均等 所以第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这个并不是所谓 我们还是很正确的在照顾 我们不管是经济或者文化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刚才有提到网路取代马路嘛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些展会 或者是这些线上的一些谈判的一些方式等等 慢慢也在与时俱进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说 以前我们在国际会议上面 还要分什么会员席啊 观察员席啊什么 那到这个线上 大家都是16比9 一个一个小房格 忽然之间没有什么席位的差别了 而且其他的外交官要闹场也不容易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国际空间可以说是变得相当的大 而且以前透过线上 因为我以前都用线上约嘛 我以前线上常常都约不到资深的这个领导者 因为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用过视讯 当时因为数位技术实在不怎么样 所以他对视讯一直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 很好的经验 那他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 那可能20年前他有视讯过 他觉得倒扣一分情 所以他就不是很愿意视讯 但是现在因为就是其他地方疫情严峻的关系 他们都发现说真的拿起手机 然后直接开个不管是直播也好 视讯也好 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情况 那视讯也有个两分情嘛 那我们见面要戴口罩也是两分情嘛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大部分的国际交流 它没有锁国的问题 因为人跟人之间这个情感的联系啊 接触啊等等 现在可以靠越来越好的宽品 甚至是XR VR等等的方式 那来实现然后来做成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不管是文化的交流 刚刚讲到经济的教育的等等的交流 这方面我觉得都还蛮乐观的 应该可以就是很稳定的 然后等到我们达到了全体免疫 那再开始实体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再次之前就是我们的想法的交流 值得传播的想法 能够传播到世界 那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十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这个问题比较长 我念快一点 之前推动数位身份证的时候 很多人主张献得过政府 新不得过公务员 因为在推动各自法的时候 就常常出现因为人的观念问题 造成了各自侵害 在推动开放政府业务 数位化的过程之中 怎么样去面对比较属于人的问题 不管是平德 或者是对于各自与局 数位化的敏感度有管 那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只是业余的 那个立法院那一位意识演员 念得比较快 这比较自尊强远 好 我想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个是说 我们在所谓的人的观念 造成的各自侵害 为什么在法律的设计上面 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也很坦白地说 那就是因为 还没有各自的专者机关 再好比像说 我们的消费者保护 我们有消保官 大家可能知道说 在线上如果做一个网购 网购有一个鉴赏期 有一段犹豫期 那如果你在网购 然后你按个键 然后他写个email来说 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是这个没有犹豫期 鉴赏期的 因为你当初加入会员的时候 不小心打一个勾 而且没有好好的看 那几行小字 所以你就是已经 抛弃了这个权利 现在很多人已经了解说 因为这个是不得记载事项 所以这这上是没有意义的 你打那个勾 你也不会抛弃掉 你的鉴赏期的权利 而且如果他是 这个电商一直是要求说 没有 你已经抛弃权利 等等 那你就直接找消保官就好了 不管这个电商 他是属于哪一个主管机关 所主管 不管他经营的是 哪一个方面的行业 总之消保官会作为单一创工 帮你去争取你必要的权利 如果他大规模的这样做 说不定公平会都会介入 但是我们的个资法 因为是说 每一个业者 他在个资上面 到底做了哪些宣告 他对于隐私保护 有没有做好 理论上 确实可以行政检查等等 但是都是靠每一个主管机关 自己决定 所以就会变成说 一方面有一些行业 像刚刚讲到这些 新兴的数位经济的行业 他的主管机关甚至还不稳定 还不确定 他的主管机关根本就还没有定 这个各自的遵循的办法 又或者是说 他确实是有定 但是这个主管机关 他的量能 或者是说 他对这方面的了解 就是这位朋友所说的 这个人的观念不同 他根本不太觉得 这是一个各自侵害 那这个时候 因为也没有比他上面 更高的主管机关了 我们有一个国发会 作为解释机关 但是他这个执行 还是要靠各部会 所以就会出现说 那我要争取 但是没有人像小保官 一样帮我争取 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那我们也警觉到了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神圈 一方面我们进行 跨部会的协调 希望每个部会 可以有相同的 就是松紧的程度 就对于一定规模以上的 这些业者要给予他 一定程度的 这些各自的要求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在接下来的会期里面 应该也会有 数位专责机关 然后以及关于就是各自 以及隐私保护的 这一方面一个编制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法治设计的问题 我们要先让这个 组织法能够先实行 这个组织法才能够 带来作用法 这样我们才能够跟得上 最新的演算法 所以这个是各自侵害的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 这位朋友也问到说 那推动开放政府的时候 怎么样面对比较属于人的问题 不过对我来讲 开放政府本来就是把人跟人连在一起 数位化就是把人跟人连在一起 那我之前这个去日本 很多日本朋友 没有啦 我的影像去日本 没有真的去日本 在线上 日本很多说我是IT大臣 那我就一直强调说 没有IT是把机器跟机器连在一起 我是数位政委 数位是把人跟人连在一起 是完全不同的层面 一个是就是比较硬体的 或者是连接的这个层面 但我们这边它是应用的 社会的这个层面 我要说这个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部会 都有开放政府联络人 但是这个部会 要用怎么样子的一种姿态 一种形象 一种方式 去跟其他人沟通 本来就是看这个部会 它所主张的价值是什么 每个部会都有别于其他部会的价值 不然早就被阻改 整并成同一个部会了 所以每个部会 大家在线上也会看到说 有不同的个性 那像我们的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他家里就有一只很可爱的柴犬 叫做总柴 应该大家都认识 那所以他就把 他的这个人物设定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指挥官 这个陈指挥官 他当然是就是比较正经 那当然也有幽默的一面 但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就是太过分的游牧 那就不适合让陈指挥官来说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他就在下午两点的记者会之后 赶快因为他家就住在卫福部旁边 赶快走回他家 然后拍新的狗狗的照片 然后这些梗就交给总裁来说 那大家看到这个可爱的柴犬说 这个不要吓到吃手手 肥皂清洗手 什么之类的 一方面觉得亲切 那二方面是说 他在不管疾管家上面打电话到1922等等 他很容易一下子一张图 他马上看懂之后 他如果自己有一些想要建议的部分 有一些想要更改的部分等等 他会觉得这个可及性可亲近性 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本来开放政府就是属人的一个问题 而我们人跟人之间要互信 比较快的也比较容易的 是让政府先相信大家 那大家有些可能会回报以信任 有些不回报以信任 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重点是说 我们要先相信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看到 我们及时看到的 好比像说之前药局口罩的存量等等 在以前的时代 资讯公开法的时代 都是要就是行政院的公务员 或者是卫生部的公务员 先看过 先打个勾 然后他才能够觉醒 就是才能够确保说 有人会为此负责 然后才公布出来 那这样的话很自然的 他就变成一季或最多一天 或者一个星期 通常才能够公开一次 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在上面去建筑出 像一百多种不同的口罩地图 对话机器人等等的这种应用 或像我刚刚讲到健保快一通 这样子的应用 那因为我们现在开放政府 有一个重点是即时的公开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 是没有公务员看过 就已经公开了 你刷个卡 买个十片口罩 健保署的机器一收到 三十秒之内 立刻就公开给大家看 那就是因为公务员都没有看过 反过来讲 他也不需要付这个 就是资料错误的话 他不需要为此而下台 他只要付说明责任 解说责任 去把这个资料的 pipeline改好的这个责任 好比像说我们高宏安委员 这个咨询指挥官的时候说 那开放街图的社群 看到你的这个口罩地图 确实它在地图上看起来 跟人口的分布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你如果去看偏乡的话 其实它的需求还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在偏乡去它的药局的时间 在地图上看起来一样的距离 它要走比较久 说不定它到药局的时候 已经关门了 所以我们的所谓的data bias 资料的这个偏见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 坐在台北决策的那种偏见 而当我们及时地把资料 用API的方式公开的话 这些偏见才能够被命名 它才能够被指认出来 而且指挥官在接受执询的时候 他说委员教教我们 他就是这样子一个 就是那你行你来 我讲的是比较直接的 他说教教我们 那这样的情况下 高院员立刻就跟他后面的社群 真的也有帮我们 我们隔了24小时 立刻就改变了我们的配送的方式之外 我们也开始出现了预购的这个能力 所以这些资料的bias也好 这些我们本来吸烟而不查 城乡之间决策上的差距也好 如果能够用及时的资料公开出来 而且用你行你来的方式 任何人提出更好 更能够照顾到大家的方式 我们立刻就改正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互信 就是政府先相信大家 然后大家想出来的做法 才能够让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 继续建立起来 好 那我有看到这个一分钟 我们就先回答到这边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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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